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色变的三伏天 它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待在空调房吃着冰西瓜 是许多人度过伏天的理想状态 在没有空调没有电扇的古代 三伏天会不会更难牢 其实 这有可能想多了 古人会使用竹帘隔热 在屋内放置冰块等等 他们的三伏天也许比现代人还滋润 小鼠不算热 大鼠在伏天俗话说 小鼠不算热 大鼠在伏天三伏天 出现在小鼠之后 是一年中气温最高 而且超湿 闷热的日子 在古人的理论中 三伏天的伏就是致伏血 即所谓的六邪中的鼠邪 资料除 北京进入伏天 高温天气下 市民称遮阳散抵挡烈日暴晒 中心网记者理清设三伏天理之所 一有个伏字 就是要提醒人们天气太热 一伏不移动 同时意味着 在阳气极高的时 也有阴冷的因素潜伏其中 三伏天按农历计算 大约处在阳历的七月中下旬至八月上旬间 有序的是 入伏的时间并不固定 简单的 可以用下至三更的四字口诀来计算入伏的日期 即从下至后第三个更日算起 初伏为十天 中伏为十天或二十天 末伏为十天 为啥三伏天还会出现加长晚 一般来说 当下至与立秋之间出现四个更日时 中伏为十天 出现五个更日 则为二十天 所以 更日出现的早晚会影响中伏的长短 整个三伏天的日期 也就会有相应的变化 东并下至的三伏天一到三伏天 往往能看到各种关于三伏天的消息 这又是啥 一般说来 三伏天是一种高药 有一种说法是 要在夏天农历的头伏日期把它贴上 据说可以预防冬天发作的某些疾病 针对不同的疾病 一般要将四片高药一起贴在不同位置 保持八小时就可以接下来 展开全文资料图 云南省中医院的医生制作三伏贴 中心社记者任东社三伏贴比较普遍 拿几位主要中药配置而成 贴在不同穴位 起到一个补阳气 通气血的作用 民俗专家高威解释 他认为 这种冬病下至有一定道理 夏天阳气足 此时借机排出体内不好的东西 抵抗力强了 就能抵御秋冬天气 变化给身体带来的伤害 贴三伏贴之外 在气温极高的三伏贴 人们也要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 在保持室内通风的同时 需要及时补充水分 清淡饮食 多吃点苦味食物 保证身体健康 古人的三伏贴可能很滋润 如何度过三伏贴 现代人自然不用发愁 有空调有电扇 还有各种花式冷饮 但古人呢 他们的三伏贴会不会很难熬 在高威看来 答案很可能 是否定的 农村正处在大忙时节 确实比较辛苦 高威说 过去生活节奏慢 许多人时间上也比较自由 一般都可以做到避开高温时间外出 在城市里 纳粮的方法就更多了 首先就是因地制宜建造房屋 以北京而言 一般的四合院里 房子大多都是人字顶 下面再吊着顶棚 这就变成了一个隔离带 热气有个过度 不会直接进到屋子里 过去了房子 多半讲究前出廊后出煞 天热时每到中午 先把廊子上的帘子放下来 再放下门上的帘子 双层隔热 屋里自然清爽 还不影响通风 这还不算 差不多的人家都会在屋里放上两个大铜盆 里头搁上冰块 冰块上冰镇着印记的瓜果犁头 丝丝凉气伴着水火的清香 十分惬意 高威说 古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还有其他很多消暑的办法 基本都能顺应大自然的变化 那两方式也很环保 当然 三福天该 出汗还是得出汗 那也是排出身体毒素的一种方法 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